曾經說過天心男人頭上都不幸運 這首都是靜帶 但摩羯男是 靜責 喜歡摩羯男嗎 無吶 無趣 花心 關於摩羯男的諸多都市傳說層出不窮 不要說跟他曖昧的人搞不清楚 連跟他已經交往的人 說不定都覺得 為什麼我還過得跟單身一樣呢 摩羯男這樣就是喜歡你 我們開始 首先 他不太可能真的主動 但他又很想靠近你 他很可能就會在社交網站上 Fan你的過去來看一看 因為他想多認識你嘛 因此也許 當你發現 你好久以前的文章 好久以前的照片 他來暗散 那就表示他對你挺感興趣的哦 那你就要主動回覆他 你千萬不要覺得 你可能就是來看我的過去 NO 這就是一個超大的訊號 OK 他會偷偷觀察你 偷偷觀察就是當你把頭別過去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過來了 可是當你發現了 注意他的時候 他又趕快把頭別過去 這就是有戲的表現 要知道哦 他會有角色扮演 他會藉由 這是一個朋友的關心 他會藉由跟你聊一個很無聊的天 但是聊很久 聊到你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 他要跟你聊這麼久 這都是他在告訴你 我對你滿感興趣的 我仔細想了想 我可能錯過了三個摩羯男吧 摩羯男有時候會有一種花心的感覺 因為他們覺得人生很苦 所以他們不想讓周邊的人也很苦 因此他是一個非常好心的人 有求必應對朋友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呢 女的朋友也很好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摩羯的身邊 常常陰陰厭厭的關係 但是相信我 即使他的大腿被人家做了 他的心可能還是清純的 因為他不好意思把人家趕下來 他們會將心比心 對人很好很大方 以至於 其實摩羯座是一個沒有界線的人嗎 不 你錯了 他非常的有界線 只不過他很大方 所以這個界線呢 他只要覺得 我守好我自己 那麼別人怎麼樣 我管不著 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那他才有資格管你啊 因此你跟摩羯座 非常非常靠近以後 你就會感覺到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 他也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所以囉 他是真的想花心嗎 我覺得前提應該是想要對人好 而不是想要花心 你對他好一分 他會回信你三分 但是你如果對他好三分 那他就會懶得理你了 沒錯 其實摩羯座喜歡 所以最好你們在一起 舒服 但是要有一點難度 這還是要有的 不要完全的對他太好 你要當一個很有自己個性 帶出去 非常能夠見世面 很體面的一個對象 所以你要保有你自己 你要非常的有自我的想法 這樣子你在他心目中就會非常加分 其實我覺得摩羯男他會想要的是 人生的伴侶 這個很重要哦 不是因為你很美艷哦 No 你是要為他量身打造的人生伴侶 而一個摩羯座他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他需要有人幫他持家 還是他現在需要一個創業的夥伴 每一個摩羯男每一個階段的需求 都不一樣哦 那如果他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他很可能就會想要一個 能夠照顧爸爸媽媽 也很孝順的太太 所以當你要在摩羯男的身邊勝出 那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需求是什麼 摩羯男做很多事情 他是不求回報的 因為他會覺得 這不就是分內該做的事嗎 為什麼要求回報呢 當然他不至於這麼戲劇性的去說這個話 但是這就是他心裡想的事情 因此他很可能默默的覺得 這好像是你要的 好 那我去做 他做的過程中他也不會覺得說 欸 我在做哦 你要稱讚我哦 他並沒有這樣想 所以有時候你還要去事後發現 你才會知道說 他已經默默付出了 為你努力了 因為在他心目中 最高等級的愛就是 為你負責 不要干涉他的工作 你可以輔助他 你可以關心他 但是不要妨礙他哦 因為工作真的是 摩羯男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事了 這不是他不照顧你 這也不是他不重視你 嚴格說來他不是不重視你 他是不重視愛情 他比較重視的是 努力奮鬥 我們要讓這個家有所成就 要賺很多的錢 要讓你們很安心 這就是他心目中的愛了 導致有人說 挑摩羯男的話 要他年紀大了 要跟年紀小了 OK 我同意哦 我覺得摩羯男 年紀更大以後 他會更圓融 譬如說他就沒有 那麼的臭脾氣啊 或者是年少輕狂的摩羯 其實也非常的 有自己的狂傲性 但是受過傷 疊過膠的摩羯 我覺得他會更體貼 更知道怎麼樣收放 他的魅力 他也知道不要那麼的工作不好 然後那個冷漠感也會比較減輕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一個存在 所以摩羯男很容易被你變到 我精心摩羯啊 你的精心在哪裡 你搞不好也蠻容易變到那個 我精心摩羯 所以摩羯的時候 看我就是圍他死 好不好 我再胖都是圍他死 我是他們心目中的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工作很認真 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在你身上看到了 他們很認同的價值 然後他們就會有一種 你也看得懂 那我也的確覺得 他們工作認真的都好好好 他們就會覺得 自己的價值被認同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 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